韓國的國民美食 部隊鍋 嗨大家好我是樂咖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韓國的國民美食部隊鍋 讓我們看下去 準備的材料有高麗菜 泡麵 泡菜 德國香腸 美白菇 肉片 蛤蜊 洋蔥 蔥 材料的部分可以依個人的喜好來做添加 先將高麗菜鋪頂 如果希望盤式整體看起來不要那麼單調的話 我建議上把顏色相近的食材分開來放 例如洋蔥旁邊放香腸 這樣盤式整體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的單調 800CC的水下調味包 覺得味道不夠重的話我個人會加雞粉來提升鮮味和鹹味 韓國辣椒醬的話我選的是這個牌子 下半尺 喜歡吃辣的朋友可以再多下半尺 但要注意辣椒醬本身會鹹 湯到7分滿 湯滾了之後食材下沉 水會變多避免溢出來 下起司片 起司片可以讓湯頭更加濃郁 最後打上雞蛋 這道美味的部隊鍋就完成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跟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